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赚到了5700亿 然后又用了两年又把自己干成了锒铛入狱 华人首富赵长鹏把自己变成了传奇 也搞成了世界的敌人 最近他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了43亿美元的罚款 成为了加密货币刑事案件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 2021年的11月比特币涨到6.9万美元 那作为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安的CEO 赵长鹏的身价一下暴涨到了5700亿人民币 登顶华人首富 但如果你以为赵长鹏只是靠着 过人的能力拥有的这一切就天真了 因为虚拟货币的交易从来都是灰色的 他让各国的监管都十分警惕 赵长鹏1977年出生于江苏 11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了加拿大 大学读的计算机 之后在东京交易所美国彭博社都干过 很年轻就干到了高级职位 2005年赵长鹏到了上海创业 专注于开发高频交易系统 但这事对他来说还是太平庸了 2013年他孤注一掷 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全部投入了比特币 17年加密货币的价格大涨 吸引了几百万的新投资者 赵长鹏看到了机会就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交易所 币安 上线三个月净利润就750万美元了 堪比印钞机 当时一堆的投资机构都是排着队要给他钱 短短8个月之后币安就崛起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但是好景不长 后来各国家纷纷对加密货币提高了警惕 中国是彻底清理了这个行业 币安就跑到了日本 没有待几天 日本也不让待了 又跑去了美国 美国又不让待了之后 又跑到了英国 英国之后是新加坡 然后是马尔他 乌干达 迪拜等等 看着虽然是挺狼狈的 但是币安却从小鬼跑成了巨兽了 拥有用户9000万 上限了600多种数字货币 咱们一股一天只交易四个小时是吧 人家币安是24小时连轴转 鼎盛的时候呢 光是每天的交易额就达到了760亿美元 约合5000亿人币 上交所一天的交易额都没有这么多 赵长鹏还有一个情人家搭档叫何一 以前呢在国内几家电视台当过主持人 他也是币安的CMO 他在朋友圈里找商务是怎么找的呢 要求就是美 胸大 00后游家 会聊天 你说爆发户们 能不喜欢这种商务吗 到了2021年 赵长鹏的身家达到了900亿美元 成为华人首富 还进入到了全球十大富豪的行列 但后来呢 由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急剧下跌 赵长鹏的财富又蒸发了大板 2023年 赵长鹏的成功面纱 被美国司法系统给撕了下来 美国政府对币安提出了三项指控 洗钱 非法经营汇款业务 还有违反美国制裁法 检察官说呢 这个币安在2018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拥有几百万的美国用户 但是没有设立检测洗钱计划 2020年美国用户已经占到了币安总用户的16%了 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 但是币安却刻意的把美国用户划分到未知地区 以逃避美国反洗钱法 那么币安让用户非法洗钱 到底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检察机关说 一类呢就拿去支持了美国制裁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像俄国冲突啊 还有这个哈裔冲突等等的战争 币安公司成了一些组织的地下钱庄洗钱通道 其中还包括有哈马斯下属组织 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基地组织等等 此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恶劣形势犯罪 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了 币安故意失职 让资金通过他的平台流向了那些恐怖分子 网络犯罪分子 还有虐待儿童者 赵长鹏承认了这个洗钱的罪名 币安会支付43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赵长鹏也会退出币安的管理层 只保留股份 但是这还不算完呢 因为币安还没有和更加有权势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 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是SEC 他认为币安交易的是证券 但是币安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特殊商品 那一旦SEC的说法被认定的话 罚款的金额会比43亿还要多得多 那么在赵长鹏这个事件之后 短期看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 可能会更加的剧烈 而长期看加密货币市场 可能会更加的规范 会减少非法交易和洗钱的风险 之前当OpenAICU 奥特曼被自己创办的公司罢免的时候 赵长鹏曾经评论说 何时对自己创办的公司放手 是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语气间呢 颇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但是听起来有点讽刺 以后快递没有经过允许的话 就不能再送到驿站或者快递柜了 只能送货上门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自从3月1号实施以来 让一些快递公司和快递员措受不及 甚至有快递员表示说 以前半个小时干完的活 现在得干12个小时 只多赚了60块钱 理论上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小区有50个快递的话 那以前快递员只需要把货拉过来 放到柜子里面就完事了 这50个人需要各自出门 把快递自己拿回家 而送货上门相当于这个快递 需要一个人跑完50个人的路程 那一个假设跑10分钟的话 那就得是500分钟了 如果这些快递之前是送到驿站的话 这可能会涉及到多个小区 快递员用的时间就会更多了 那这个新规对于用户 对于骑手 对于快递公司 甚至说对于经济来说 各自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于用户来说 肯定更方便了呀 反正对于我来说 把快递送到家门口和送到网点 我的消费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有时候快递放到驿站 等我有空去取的时候 驿站可能下班了 有的时候快递放在快递柜里面 我可能忘了 过几天想起来去取的时候 还要加收保管费 有时候快递又多又重 叮叮光光的拿回家也很麻烦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体验上升的同时 很可能也会伴随着价格的上涨 但是我估计要涨也不会涨太多 因为一方面 这个服务价格的上涨 不完全由用户承担 有的快递公司 他没准会趁着同行们都在涨价 自己维持着低价 好借机争夺市场 另外一方面 前几天咱们高森刚刚开了个会 说是要降低物流体系的价格 降低经济运展的成本 那么在这个大方阵之下 就算快递涨价 幅度也不会太多 而对于快递公司来说 这个事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了 每一个快递都需要送货上门的话 当数量过大的时候 就很难按时完成派件的任务 完不成任务就会失去用户 如果把压力都压到快递源头上 罚款的话又有可能会失去员工 所以快递公司 他没办法把矛盾转移到消费者 和快递源身上 就只能提高自己精细化管理 科技化服务的能力 以最低的成本完成高质量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可以预见到的就是 这次新规可能会加速快递行业的洗牌 淘汰掉一些低效率的公司 而对于快递源来说 这个群体很可能会面临着 先减源后增源的情况 因为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棋售感到十分的艰难 就选择辞职改行算了 但是长期来看 送货上门肯定需要更多的人力 就会吸纳更多的就业岗位 那最终呢 骑手的数量还是会更多的 但是平均薪酬有可能会降低 薪酬的差距也可能会加大 业务能力更强的骑手 更容易拿到高薪 反正呢 我感觉这个新规 将会带来快递行业的提质增效 货物运转的效率提升 也会促使经济运转的效率提升 同时呢 吸纳更多的就业 新规刚刚实施这两天爆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 关键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平台了 因为在家门口拿快递 这是消费者的权利 按照劳动获取报酬 这个是快递员的权利 而如何解决问题 这个是平台的义务了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如果平台想要做大做强的话 那就更加应该有所担当了 中国制造又杀回来了吗 2023年 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2% 对欧美日韩 咱们的出口都是负增长的 但是今年初 外贸数据突然又炸裂了 出口增长达到7.1% 其中呢 美国这个第三大出口市场 增长了超过10% 那为什么出口突然爆发了呢 一方面 外需改善 三月份新定干指数上升4% 升到了53%了 即便扣除季节因素 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增长 达到了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咱们的跨境电商们 在海外杀疯了呀 哪些产品出口增长最厉害呢 除了我们知道 这两年比较厉害的新能源车 锂电池 光伏 这新三样的出口继续大卖之外 家具 家电 服装 这些外贸老三样的增长 今年是最迅猛的 以新淘宝速卖通 还有拼多多的Tamer 以及TikTok Shop组成的跨境四小龙 在海外市场是迅速的崛起 短短两年时间 拼多多的Tamer 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跨境电商平台了 而新的估值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了 Savadiqa明天到达 像拼多多Tamer 上线一年多 火遍40多个国家呀 韩国人也很开心啊 太便宜了 圣诞树只有韩国货的一半 淘宝速卖通 现在已经直接干成 韩国新增用户最多的APP 还有啊 一条玉京两刀 一件T恤两刀 你说这美国人 哪里见过这个架势啊 在纽约 坐个地铁都不止这点钱 而且呢拉6个好友来注册 还可以免单 这可不得疯吗 其实欧美人以前是喜欢线下购物的 但疫情这波之后呢 他们也开始习惯网购了 再加上网购的通胀 你别看美国人均GDP是大几万美金 人家也开始消费降级 正好在中国电商这里买东西 所以连顿饭钱都用不上 就能把购物车装满 这两个月 广东外购进出口同比增长24.9% 跨境电商业务是尤其亮眼的 像深圳前海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过了300亿 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蛇口一个报税区的分解线 以前是每天最多查验4000个包裹 现在每天3万个包裹 你别看跨境电商才发展了短短几年 已经经历了几轮升级了 原来呢会担心送货慢 可是现在是海外建货物仓库 直接把物流时间缩短到极限 像做服装的西英 它整个流程从设计生产销售到物流 加起来才20多天 担心语言不同吗 Google会说外语的来 太贵了 可以搞AI主播呀 现在是想要什么语言 想要什么肤色 什么身材的都有 连客服都是AI 哪里的买家都难不倒 就这样在新老三样同时发力之下 曾经横扫天下的Made in China又杀回来了 纽约日报都发文说了 如果再考虑到汇率和产品价格下跌因素 其实中国出口的数量 和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上升的速度 会比大家看到的还要快很多 文章里还说了 现在西方在动用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手段 对Made in China围追堵截 但是压根拦不住亚非拉兄弟 对于中国制造的热爱 换句话来说 就是咱们现在正在不断的挤占 欧美产品的全球份额 虽然说这种高增长的持续性是有隐忧的 外貌的开门红 很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欧美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产品 出口持续性的加征关税 但是过去外貌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 现在还是 在这家马车的身上 不仅承载着数以亿万计的本土就业 还承担着对外开放的历史使命 而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 跨境电商平台 正在以新领域增量 以及效率变量的方式 助推中国的外貌更加高质量的发展 就算政客们再不高兴 人家老百姓是真剁手呀 别再跳广场舞了 赶紧回去上班 经济学家姚洋说 女性50岁退休是不对的 在一线城市 女性的预期寿命90岁 那50岁退休还得跳40年的广场舞呢 所以啊 女性退休应该延长到60 而男性延长到65岁 延迟退休这个事是马蜂窝呀 谁捅谁被喷 网友们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 怎么可能跳广场舞40年呢 家里孙子不要带吗 80岁的老妈不需要照顾吗 我妈55 姚牙你给她找个工作呗 过分了 从50到55 现在又说60 那明年是不是说65了呀 怎么不直接说工作到入土呢 然后人口专家梁建章也来凑热闹 他说30年以后呢 老人要不养老金减半 要不延迟到七八十再退休 这下更加炸窝了 有网友说了 人均寿命是77岁 退休年龄80呢 死了还得再工作三年再入土吗 都不说80岁的少了 咱们就说工作到60岁现不现实 确实有几个问题呀 你说白领到了35岁会不会被优化呢 蓝领到了50岁还有人要吗 年轻人都未必找得到工作 谁又愿意要50岁的叔叔阿姨呢 恐怕也只有体制内的 能真干到60吧 再说了 50岁的女性就算是有班上 但是谁又来替她照顾老人和孙子呢 保姆都能请得起吗 当然了话说回来 在评论区里面能发言的都大多数 还是不管多少岁退休 有退休金可拿的 像农村里的老人们都谈不上退休年龄啊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2.7个亿 能够正式领退休金的不到一半 剩下的那些农村老人每个月就100块 他们都谈不上退休 只要有活干就得出来打工 那学者官员们为啥总喜欢谈这个事呢 其实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社保焦虑 有官方统计我国养老金账户的余额在2027年会达到峰值7万亿 之后就会快速下降 2035年就会清零了 2050年会产生11万亿的亏空 2020年的时候其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把国有股权的10%化转到了社保 充实社保基金 但那也只有几千亿 根本扭转不了这个大盘子 去年原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经预警过这个问题 说我们国家养老金你别看有几万亿 国际上多数国家养老金的总量 占GDP的50%到100% 有的国家超过100% 但是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在10%以下的 周航长的口气非常的急迫 他说呢 不要认为养老的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 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但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做选择都挺难的 老龄化在家具交社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领养老金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了 要想让养老金不嫖底 要么国家想办法充值 要么就是老百姓少领 或者是晚点领 但是呢 实行延迟退休也确实是社会阻力大 去年法国要把退休的年龄 从62岁延长到64岁 结果都闹出了全国大罢工 那说会咱们啊 如果真因为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延迟退休实施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到60岁啊 可能有的人他交过了15年的社保 到50岁就没工作了 但是呢 退休金又得60岁才能领 那没工作的这些年靠啥生活呢 所以说呀 无论如何 如果真想让大家延迟退休到60岁 那首先得让普通人有活干 有钱挣吧